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居总维修学员的外门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台iPhone X Max CPU虚焊导致这一个无显示的故障 然后接到机器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用屏来测试一下它显示是否正常 然后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了可以有开机的电流 但是是没有显示的 我们在测量这一个显示座 测量到这个显示座的21角 Display这一个功能是CPU到Display的MIPI的Data 这个数据的交换 然后这里是没有了阻值 这一路是在我们CPU的右下角 右下角的这一个AY5角的 AY5角在我们的音频 其中的一个小音频IC的周边 那我们想到这个方案就是免拆这一个CPU 然后把这一个故障解决的 我们先看一下动画 这一路呢 就是从它的CPU的AY5角输出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小音频IC拆掉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一二三四四三四角之间的这里 这一个角位 刚刚好在这个位置 我们想到解决的方案呢 就是用一根飞线的铜线 我们把这一个线引出来 我们用风箱加热 然后让它这一个点融化 然后把那个把那条线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把这条线飞到我们的这个排感上面 然后连接到我们的二十一角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实操 这一个视频了 我们先把这个小音频的IC拆掉了 然后把这个CPU下层的那个胶 把它去除 找到了一个AY5角的那个点 然后之后我们再把这一个铜线 把它引进去 引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开机测试 这台机器是否开机正常 因为没有装小音频的IC的缘故了 然后肯定是开不了机的 然后把它的线断开 然后把这一条飞线的这条线 把它用绿油固定 然后重新装回那个小音频的IC 把那个小音频的IC装回去 之后我们就把那个线焊回去 然后固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下层直锡 然后用加热台把上下层贴合 然后之后我们就测试机器 最后测试机器 然后这个故障就解决了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这一个故障呢 就是我们免拆CPU 然后解决这一个CPU虚焊的 导致无显示的这一个故障 下一个视频再见 Bye